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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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晓得不能再回避 面对问题 问题是谁丢出来 那要好好地面对 但是我们刚才特别强调的是说 这么多的问题里头 请教中常委 是不是一切都来自于 国民党自己的体制的问题 规定规定不清不楚 现在刚才讲到 连荣誉主席虽然很痛心这样子羞辱了王金平 但是我们也说到 他确实没说官说是应该的 但他也没说官说不应该 大家在这里选择性表态 我个人认为 就是党还是要开大门走大路 所以你都避免会不开面不见 什么都不要 希望人家不要来 我个人认为这个在制度上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还是建议党中央要审慎的来思考 因为假如法院的裁定在那里 这件事情假如真的会拖了很久的话 那我们怎么来面对 我们怎么来解决 所以不单是不是避不见面 不是就是完全当他没有发声一样 我还是建议党中央 假如在这几天有一些空党的时候 他们要来痛定思痛 来思考一下怎么样 在跟王院长这边 怎么样在党里面 让大家都能够有一个 接受的一个态度跟一个方法 是 否则这样闹下去的话 我相信对于国民党内部的士气 是非常伤害 那接连下来的 我觉得当然对于国民党明年的选举 各方面损害 对于马主席马总统的威信 我觉得都是很严重的损伤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说我们虽然当中常委 但是我们也只能善尽严则 希望党中央能够面对这个问题 而不是逃避而已 是的 要面对 我们这个问题既然是 你主动抛出来 你知道这个国民党主席 马英九先生在这 没有办法回避 但是中常委 那下礼拜的中常会 应该会开吧 会啊 会开了 对 但是您可以发言 据说发言要抽签 抽不到就没得发言 对 那怎么样给主席建言 透过我们节目吗 我是说我有各种方式 当然透过节目也是一个好的方式 那当然我们每次的中常会 我们一个议题是 大概最多让六位发言 是 那所以说假如说在里面 我能够去抽签 能够抽到 我都尽量的把我的想法 跟主席来做一个建言 是 那个签 都是很公平公正的公开的 我们希望是 希望是 我们再看看下礼拜 到底哪些人会抽到签 不过在这很严重 很严肃的问题就是说 好 现在问题这么大 现在是以拖待变吗 如果王静平是以拖待变的 一个策略 那对马英九总统这些方来讲 我不见你 我取消了 我干脆不开了 这就能够解决问题吗 当然不是 但是我们刚不断强调 如果国民党这些大佬们觉得 这次对王静平出手实在太重 在情感上面 大家无法接受 所以才会像连荣誉主席说到 这个实在是太羞辱人 不过请教庞老师 感觉上这一面倒的气势 通通是站在王静平那边 我们现在台湾到底是几个政党 是什么样的一个政党 是蓝绿分明吗 还是没有 那个蓝叫做马英九 其他的通通叫蓝家绿 有的国民党这些 没有办法接受马英九作为的人 跟绿的讲法 一切合成 一模一样 这是不是很奇特的现象 对 我想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 我想对于这一件事情 我还是认为说 我们所有的民众有个基本的态度 还是要去面对 就是说我们今天对于马总统做人 假设以说失败的这个 用说法的话 不能够因为对于马总统做人的反弹 而把这种所谓做事的是非的混淆了 我想今天这件事情 真正的关键还是在于 我们周小姐一再强调的 官说的这一个事情 的确对于我们政治文化 对于我们立法院的运作 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我也觉得就是说 王院长不管在后续的程序上面 实际上在上方下风 适时的对于这件事情 做个表态是有必要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 就像周小姐所讲的 他一直在回避 到底有没有关说这件事情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就很容易 让最少在马总统的这个阵营 他们也觉得说 我有一个非常坚强的理由 不跟你妥协 因为你对于这个所谓 官说这件事情到现在 毫不承认 毫不表态 所以这样的情况就更难 在这个所谓的双方 找到一个像我们的 既国中级委员的 所谓的大家可以坐下来 好好谈谈 把酒言欢 一笑免恩仇 恐怕就很难了 甚至于我们的大佬 我们想要介入 就是说是要把双方大佬在一起 恐怕我们大佬 也要敦促我们王院长 对于关说这个事情 作为一个 让马总统觉得 能够有下得了台阶的 一个说法 这样恐怕才可能去 经营那个 所谓双方见面的机会 大佬应该都不主张可以关说 应该这样子吧 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说在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另外一个我觉得 刚刚您提到一个 比较特殊的现象 很妙的就是说 执政党的议长去帮 在野党的党边关说 然后在野党 今天大家联合起来 挺这个执政党的议长 这是一个在我们政治学上面 讲所谓的政党政治 我们刚刚杨教授讲的 党德党纪 都是一个很混淆的事情 混淆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包括好比说 你今天我们国民党的 这些委员们 你们是不是也可以主动的 要求我们的这一个 马主席 我们大家 来 闭门大家交交心吧 好不好 或者马主席应该主动的说 我们国民党的这些同志们 我们大家来交交心吧 OK 然后另外再批偿 我们的王院长 也跟我们的这些 这些党员同志们 大家交交心 最少党员同志都晓得 你们两个怎么讲的 怎么想的 OK 然后我们这么多党员同志 是不是也能够 形成一股力量 我们觉得说你们两位 怎么处理事情比较好 我觉得像这些 这些都是可以去经营的一些 沟通的渠道 我想不管是 我们的马总统 或者王院长 或者是我们党团 包括我们这个纪委员在内 是不是也从这个角度切入 我们党员同志 大家现在团结一点 大家现在来做点事情 我们一起来 为这个党的危机做点事 好 希望是这样 但是因为总统不太有朋友 院长又没有敌人 不知道在这些 接下来会不会有 能够有交集 我们休息 待会继续分析